同学们大家好 现在的话我们来学习 现成终止的相关内容 来学习如何终止一个 正在运行的限制 现在同学们应该对 现成的运行 以及现成的一些状态 都一定了解了 那我们现在来讲解一下 终止怎么去让一个 正在运行的现成 进入终止状态 首先我们要讲解一个 不正确的方式 这个不正确的方式 其实从API上面来看 你会记得它很亲切 对吧 stop 那stop终止现成 并且清除监控器锁的信息 为什么会被JTK弃用呢 是因为它可能会导致 现成安全 导致这个现成安全的问题 所以JTK不建议用 比如说类似的这个方法 还有destroy destroy的话这里就不说了 因为JTK从未去实现过 这样的一个方法 这里的话我会通过 两个段程序 来跟大家演示一下 为什么说这个stop 这个方法 它会导致这个现成安全问题 这里有个代码的话 我通过ID工具 来进行一个运行 首先我在运行之前 跟大家描述一下 这个程序是什么样的情况 那么在测试demo3中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 有这么一个stop 这样一个现成的定义 在这个现成定义中 其实我们做的事情 很简单 就是在一个同步代码块中 对I和J 这两个变量 进行一个加加的操作 但是在执行的这个过程中 也就是说 我在对I进行加一操作之后 我的现成会进入10秒的一个睡眠状态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如果说通过stop这一个API 将这个程序 将我们的现成终止掉的话 这时候就会导致I和J 或者说我们整个一个程序 设计上的现成安全问题 由我的主现成影响到了 我们创建的这样一个stop现成 它的一个数据的不正确性 原本定义好 我们的一个同学 应该可以猜想一下 对一个正确的理想输出来说 我这个I和J要么就是全部添加成功 要么就是全部添加失败 对吧 因为这个是我们添加锁的目的 就是为了保证这种操作原子性 或者是说 我想让这两个变量在操作的时候 不受其他现成的干扰 这是我们使用同步锁的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保证现成安全 但是如果说我们通过stop 这样一个方式去执行它 那我们的结果就会变成 I等于1 J等于0 也就是代码的前一段执行完毕 I的自征实现 但是J的自征却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执行 也就是这个变量没有发生的一个变化 这种情况就是去破坏了现成安全 好 同学们看到 这是我们的demo3 你可以打开这个圆码 一起来看 那么在这个demo3中 我们的曼方法中启动了一个线程 这个线程做的事情 就是去执行一个对变量I和J的自征操作 但是这个自征操作 我们是通过同步关键字 去包裹了这样一个同步代码块 也就是我们这么做的用意 就是为了让这个I和J两个变量的自征操作 能够实现这种原则性 不受到其他线程的干扰 确保线程安全 这是我们用同步代码锁的一个用意 目的 但是我们在这个实现的过程中 如果说你在启动 比如说我们这里启动线程之后 在这个线程休眠的10秒钟之内 10秒钟期间 通过这样一个stop方法 将程序将我们的这个线程中止掉的话 就会导致线程里面的一些数据出现不一致性 也就是我们这个同步代码块里面的 所谓我们要去保证原子性 这样一个目标是没有达成的 破坏了这个线程的线程安全 我们可以看一下结果 理论上来讲的话 这个执行结果应该是I和J的值 要么全部成功 要么就是全部失败 这才是我们的一个用意 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是使用stop的一个方式 去终止线程的话 会导致整个一个程序 它是从中间拦腰折断 也就是我们这个线程执行到这段代码了 然后进入了一个休眠状态 但这个休眠状态可能会被终止掉 尤其是以stop的这个方法为例 出现这种强行中断 冲入到这个锁中间 把这个线程中断掉了 那么就会导致I的一个自称成功 J的一个自称没有成功 那么就会导致I等于1 J等于0这样一个后果 这种方式是严重违背 我们设计这个程序的一个用意的 所以说它会stop方法 会导致这个线程安全问题 因为我们用这样一个 同步关键制的目标 就是想去保证线程安全 保证这样一个两个变量的操作 能够实现这种线程安全 不受其他线程的影响 这就是stop方法 为什么会被禁用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既然说有这个stop方法被禁用了 那我们就会有正确的方式 或者说有更优雅的方式 去终止一个线程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继续来看 下一种正确的优雅的一种 线程中止方式 在目前的JTK版本中 推荐的方式是通过interrupt 来进行一个线程中止 如果说目标线程 目前正在处于一种被阻塞 或者被挂起 或者说等待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调用weight方法 join方法 slip方法 或者是说park等等其他方法 那么这些状态下面 interrupt会生效 会抛出interrupt这样一个异常 如果说目标线程是被IO或者说是NIO的一些Channel通道所主射 IO操作会不会中断 或者说返回一个特殊的异常值 以达到中止线程的目的 如果说它这个线程既不处于等待挂起主射 以及说被我们的IO所主射这样一些条件的话 这个线程的一个interrupt的方法调用之后 会将此线程的状态设置为中断状态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就是将前面那个demo3的示例 将stop改成interrupt后 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数据的最终会保持一致 来我们看一下代码演示 这是我们的demo3这个程序 刚刚我们是通过错误的一个方式 通过stop来进行一个线程中止 现在我们换成interrupt的方式 和这种方式相比的话 我们stop刚刚的一个结果是i等于1J等于0 也就是说在这个中止的过程中 我们snip这个方法调用期间 线程睡眠的这个期间被中止掉了 那后面的这些代码就不是我们控制 它就不会执行强行的中止了 破坏了该线程的线程安全 受其他线程的一个影响了 我们同步关键字也没起到相应的效果 那我们现在换成这种interrupt的方式 看一下执行结果 首先的话在这样一个执行的过程中 我们会发现这个结果中会抛一个异常 这个异常是由snip方法 它会抛出这个异常 但是我们先看一下结果 i等于1J等于1 这里的话是保证了我们的一个执行的数据一致性 达到了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也就是所见即所得 我们的程序编写的目的 就是让这两个变量的一个自征 能够正常执行 那它不会产生那种强制中止 将整个线程直接中断掉的情况 interrupt的会抛出这么一个异常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用interrupt的这个方式 我们可以控制程序的一个执行 让整个一个程序依然处于 线程安全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我们当前这个县程就算是被终止掉了 通过interrupt的方式被终止掉了 它会以一种异常的形式来通知我 由开发者去控制收到异常之后的一个执行逻辑 而不是说像是top一样强行的终止掉县程 同学们明白了吗 这个就是我们在目前的GDK版本中所推荐的interrupt的方式 它会抛出一个异常 那么将这个异常交给我们的开发人员自行去处理 从而实现这个线程安全 除了刚刚我们演示的这个interrupt是一种正确方式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种方式是通过标志位的形式 如果说你的代码程序逻辑中是一种循环执行的业务 循环执行的逻辑 那么你可以在程序的执行中 我们的线程代码中增加一个标志位 比如说我这里通过一个flag 通过这样一个标志位去控制程序是否继续执行 那么我在while循环中去执行这个程序 我通过flag这样一个标志去控制它是否继续执行 如果说我将flag这样一个标志修改为force 由我们的外部线程去修改为force 那么我们的创建纸线程的一个代码中 它会收到这样一个数据的变化 也就是我们共享了同一个变量 通过这样一个变量的形式通知到另一个线程 从而达到一个控制是否继续执行 控制线程中止的一个效果 那这种方式它受限于说 我们线程中所执行的一些业务逻辑 如果说你的程序中是通过 有这样一个条件 有这样成熟的 可以用来做标志的条件的话 那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做 这种方式也是一种很优雅的方式 那么刚刚说的就是 我们三种线程中止的方式 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掌握 那么可以通过我们的联系老师 我们的交流群来跟老师进行沟通 好 谢谢大家观看